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必取鴨子 就在今天魔物獵人鬧的萬聖節活動登場啦 地圖上除了有應景的萬聖節佈置以外 戰鬥畫面也多了一顆超大的南瓜 可以說是氣氛滿滿 那這次活動重點當然就是要領取南瓜帽 在領取南瓜帽之前呢 你必須要先解任務 領取南瓜卷 打開遊戲 來到美日任務的介面呢 可以看到多了三個任務內容 這個呢 就是萬聖節的任務 往下滑就可以看到美日任務 這個完全是不影響的 依舊還在 大家也別忘了解 那初步的完成萬聖節的任務內容 可以獲得南瓜卷 有三關 第一關就是要你採集10隻的棒棒糖 討伐大型魔物15隻 跟一般的魔物30隻 這個棒棒糖只要在錄像的時候 有剪到素材就會順便幫你剪起來了 任務非常的簡單 就是比較麻煩一些些 要一直的去打魔物跟剪東西 那完成任務之後呢 就可以獲得南瓜卷 這個南瓜卷只要收集了10張 就可以做出一頂南瓜的帽子 那一開始第一層只會給你3張 解完第一層任務之後就會來到第二層 任務內容更麻煩了 不過呢 獎勵是比較好的 要採集20個棒棒糖 討伐大型魔物30隻 以及普通的魔物50隻 這關呢 一共可以拿到15張的南瓜卷 所以解完這裡呢 已經足夠讓你做一頂的南瓜帽 鴨子的話已經做完並且帶上了 很帥吧 然後就是當你完成第二層關卡的時候 第三層關卡就來了 又會變得更加麻煩 鴨子呢 目前也卡在這裡 沒有繼續解下去 就是要你收集50根的棒棒糖 60隻的大型魔物 還有普通的魔物80隻 完成之後獎勵不會再有南瓜卷 不過呢 卻有金幣不無小補 然後呢 這一關結束之後就結束了 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會重置 要等明天才知道 所以呢 大家就稍稍的注意一下吧 鴨子的話 可能也不會特地的再通知大家了 就等10月28號當天 有新的活動 再來跟大家分享 接著來看一下的是 這個南瓜帽子的一個效果 很可惜的是 它並不是一頂外觀造型的帽子 就確定是一個防具帽子 重點呢 是它的效果 團結力 就功能的敘述呢 就是對戰的時候 越多人一起帶 攻擊增加的越多 那鴨子的話 參考了日本的網站 整理畫面上這個資料 給大家參考一下 南瓜帽的攻擊加成呢 如果只有你自己帶進場了 也是有攻擊加成的 那在萬聖節活動期間內 變成了5倍 所以呢 攻擊加成從原本的1% 變成了5% 那如果對戰的時候 兩個人都有帶這個南瓜帽 就會各自增加10% 最多呢 4個人一起進場 就可以加20% 重點 它的攻擊 只有增加普通攻擊 屬性攻擊的話 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假設 如果鴨子、宗翰、小剛、夢榮 都有戴這個南瓜帽 一起參加對戰 那真的會差很多 我9階的遜級煉弩攻擊呢 大概是1400左右 加上20% 就會有將近300的攻擊力 真的蠻扯的 對戰上傷害提升有感 不過就是要捨棄 頭部的一個裝備效果 也算是有捨有得啦 那重點還是在 萬聖節活動 才有這樣5倍的加成 等萬聖節過了 這個就確定只是個裝飾品 可以拿掉換回原本的 老實說這樣的表現 已經出乎鴨子的意料之外了 效果真的蠻不錯的 今天晚上有機會呢 一定要來試試看 20%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 如果你是一個 孤勇者的話 真的就可能比較難體驗到啦 而下方鴨子分享的列表 同樣是日本攻略網站提到的 南瓜頭對比火龍頭 因為火龍頭 本身只有一個 等級2的攻擊加成 那使用南瓜頭的一個時機呢 就會變得比較特殊 如果是在單挑的時候 你的普攻傷害呢 有800以上 那就可以選南瓜頭 畢竟加成了5% 也就是有加了40攻擊以上 那如果你是兩人進場對戰的話 只要有400攻擊以上 就可以選南瓜頭了 因為團結力的加成 你的傷害絕對會超過40 以此類推 組隊組滿的話 如果有普通攻擊200以上 就可以換成南瓜頭了 因為這樣攻擊加成 都會超過火龍頭 給的40攻擊 就分享給大家 我是覺得 如果平常就有在組隊對戰的玩家呢 真的可以帶上南瓜頭體驗一下 肯定會有明顯的效果 不過呢 就是要記得熟悉一下你的武器 畢竟捨棄掉了原本裝備的效果 那這個南瓜頭呢 大家也不一定要提升等級上去啦 可以純粹先玩玩這樣就好 像鴨子的話呢 目前是準備升上三階 需要用到更多的南瓜券 但估計應該就升到這邊 不會再升上去了 但是還是要看後續的發展再說 那這一波呢 算是首波登場的一個萬聖節活動 11月28號 也就是這個星期六的早上9點 也會再給一個萬聖節勳章的獲取任務 以及攜帶著南瓜石的騷鳥出現 只要順利的打敗南瓜石的騷鳥 就有機會獲得額外的南瓜券 到時候再來體驗分享 那如果有空的話也可以開個直播 有興趣的玩家也記得來看看 最後就是遊戲商城以及線上的商城呢 都已經推出了萬聖節禮包 除了線上商城這個790元 只限購買一次的禮包以外 遊戲商城的320禮包呢 是可以重複購買的 牙子有買了一包 確定還可以再買下一包 但沒有繼續往下購買 畢竟呢 近期道具的使用還算節省 大家這邊就自行斟酌購買啦 好啦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分享給大家 那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回再見了各位 掰掰